黑暗骑士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黑暗骑士這個新職業 已經在韓版推出一段時間了 相信很多玩家 都已經開始對這個職業 越越欲試了 因為這個職業他有蠻不同的天賦 就是他的命中是幾乎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說 比較低等的玩家來說 他們不需要去考慮到攻擊命中的問題 那基本上武器的話 他的選擇性就會非常非常的 多樣 而且對於這個 現在遊戲的物價來說 要入手一些比較高階的武器 已經沒有像以前這麼貴 那因為價格的關係 所以現在如果說 你有要拼文樣啊 你有要拼其他東西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把這個錢稍微省一下 調整一下把這個武器 趁新職業還沒開放的時候 先把它準備起來 好那小編這邊根據了這個 黑暗騎士在韓版的這個經驗 來分享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武器給大家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會把所有的武器呢 分成五大類 來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第一部分 我們講的是懶人刀 那所謂的懶人刀 他必須要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不會壞掉 好那因為不會壞掉 所以這把武器才足夠稱上是懶人 因為他不需要去做武器的切換 那因為黑暗騎士 他可以充暈 而且必須要拿單手劍加盾牌才能充暈 所以下面呢 我推薦的武器是 單手劍為主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第一把呢是真細劍 這把武器是黑暗騎士推出的時候 才會推出的一把武器 那初期的話 他會是以限量的方式來去做兌換 那當然這把武器也可以用製作的 不過他的製作的話呢 就是你要去收到一些奧里哈魯根的金屬版 那根據小兵跟玩家在討論啊 這個奧里哈魯根金屬版 他的取得並不容易 很多人他已經事先 從別的伺服器收進來 但是價格也不便宜喔 那第二把的話呢 就是大馬四格刀 這把武器應該大家都很熟 我就不再做解釋了 那再來下一把是雷羽之劍 雷羽之劍也是一把萬用刀 而且他雖然沒有一個很強的傷害 但是他會有魔法的效果 所以他可以去彌補武器素質上的一個傷害 那再來下一把是黑暗之劍 黑暗之劍的話 他是綠色的武器 可是因為他跟大馬四格刀一樣 這把是雷羽之劍 而且他還是對不死氣加成 而且又是單手劍 所以這一把呢 未把歸類成懶人刀 接下來推薦第二種武器 打怪刀 那打怪刀的話 他就不考慮到衝暈了 因為打怪刀 就是以打怪為主 能夠越快把怪物殺掉 那就是更好的這個打怪刀 所以第一把呢 推薦的是真細劍 第二把是黑暗之劍 第三把奧短 第四把雷羽 第五把水短 這邊為什麼會加入水短呢 水短他本身就有很快的攻速 那再加上他有對不死氣加成的這個特性 所以在敲這些不死氣怪的時候呢 水短的敲怪速度 可能會遠遠的比雷羽之劍還要好 那當然水短是會壞刀的 所以取代的方案呢 可以用雷羽之劍來取代 那雷羽之劍的話也是屬於萬用 因為他本身是有這個魔法攻擊的 所以雷羽之劍呢 我也把他放進來到打怪刀裡面 那接著第三個部分要推薦給大家的是打架刀 那打架刀的話呢 總共有推薦四把 第一把是真細劍 第二把是黑暗 第三把射乳機 第四把雷羽 那你可以發現這邊的武器推薦啊 他有不同的階級喔 那真細劍的話不用說 因為他本身就有額外的傷害 那再加上他原本武器的傷害數值就比較高 所以真細劍呢 基本上他是一定推薦的 然後黑暗之劍 射乳機 這兩把呢 從武器的攻擊力數值上來看 這兩把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選的話呢 你一定要選加9 那因為真細劍 一開始要拿到加9的機率不高 通常會以加7開始 那黑暗之劍跟射乳機之劍 這兩把武器 如果你到加9的話 基本上他的攻擊力 可以彌補這個跟真細劍之劍的這個差距 那所以這兩把 基本上算是蠻推薦的 那再來雷羽之劍不用說啦 他就是一把萬用刀 那接下來 再推薦第四個部分給大家 也就是所謂的不死刀 那不死刀的話 其實跟打怪刀是差不多的 那推薦的呢 就包括四把 第一把真細劍 第二把奧短 第三把 黑暗之劍 第四把 水短 那這邊的話 你要選擇哪一把都可以 但是建議大家 除了真細劍之外 現在的話 如果你可以買到 加9的水短 還有黑暗之劍 甚至是 加9的魔短的話 你都可以趕快 找一點來做一個準備 那再來最後一個部分 第五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無刻刀啦 那這個無刻刀是什麼意思 就是對於 預算有限的玩家 如果你拿不起那麼好的刀 又想要一把用到底的話 那這邊推薦給你兩把武器 第一把是大馬式格刀 那這一把 你就是直接上加9 那第二把呢 是黑騎士推出的時候 其實會推出另外一把 以前其實在一些活動裡面 他會有限量的製作 就是短刀 那短刀的話 它是 綠色武器的不壞刀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大馬式格刀的加強版 它的傷害 比大馬刀多一 這把武器以後的取得方式 就是從一般的 刻印裝備箱裡面 就有機會開到了 很容易 所以如果你是無刻的話 就去衝這兩把就好了 那最後小編做一個簡單的總評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要怎麼樣去看待這些武器 我又會如何去思考 第一個首先要說的是 武器的能力當然要強 所以數值越高當然越好 這個大家一定知道 那第二個呢 考量到不死系的這個特性 因為黑暗其實有一招技能 它能讓敵人變成是一種 不死系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拿的武器 是有對不死系攻擊加成的 那麼他上了狀態之後 你打他就會特別的痛 所以這一點也是值得大家去考慮的部分 如果我來選的話呢 第一把當然是珍惜劍 第二把的話呢 就是加九的黑暗之劍 再來才是水短 九水短跟九雷雨 那如果說還有其他的選擇的話 那大概就是看你的這個用途 再去做一個選擇 在正式進入最後一個小節之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小編按個讚 按個訂閱 讓我知道說你們對這類的影片有興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在之後拍更多類似的影片 然後來讓大家提前知道 你們想知道的一些消息 那綜合以上的這一些介紹呢 相信你對於這些武器啊 大概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至少說你有一個選擇的方向 現在可以就提前去做準備 這些武器的價格通常落在哪一個價位呢 因為小編知道 現在已經有一些玩家 開始對這些武器呢 做大量的收購 那小編這邊簡單列一個 參考的這個價格表給大家 那所有的數值 通通都是以加九來做一個基準 所以如果你現在收的話 你超過這個範圍 基本上你可以再稍微再考慮一下 或者是說如果真的超過太多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 移民的方式從分身帶過來 那因為有些人會有去囤武器的這個習慣 到時候可能會有價格上的一個波動 所以如果你已經決定要轉黑旗的話 小編誠摯的建議你 現在就趕快去做準備 周末有兩天的時間 大家可以去 同伺服器 同一個世界的這個其他的伺服器呢 看一看 看看那個價格大概在哪裡 那移民適不適合 那划不划算 黑暗騎士的武器選擇 大致上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